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继续一起来探讨 摩托波罗波罗蜜经里面的长提品 也就是佛以长提菩萨 他的名字是叫做萨陀波罗菩萨 这个是梵文的音译 如果是我们中国的意思 也就是长长的哭泣这样的意思 那在摩托波罗波罗蜜经里面 后面的部分就有讲到这一位菩萨是怎么样子 精进来求波罗的妙法 所以让我们是以一个实际的例子 可以了解他自己本身为了求波罗的妙法 是多么的精进 然后一心一意来求法 所以他自己本身 可以说就是一位求波罗的菩萨的典范 尤其后面谈到他为了要去听闻波罗妙法 想要供养说法的法师 那么他就要把自己卖身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 佛所说的法是各种的法门 那基本上都是针对众生的问题 众生的烦恼 那么波罗呢 他是佛法里面最基本的要素 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让我们从我们凡夫世间法里面 那能够看到一切诸法的本质的空意 所以波罗呢 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切世间的无常的变化 让我们可以不执着的一种基本的一种要素 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佛教在解释波罗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会用空来阐述这个波罗的意思 那波罗呢 他是以空为主 可是呢 他又不是说我们一般以为的没有东西的空 他的空呢 这个是要让我们看到诸法的本质是空 可是诸法的本质是空 可是每一个诸法 诸法就是一切现象 包括物质的 包括我们的心的种种的状况 我们心里的心念或者是情绪 好的不好的全部都是叫做法 就是诸法 一切存在的现象 那一切存在的现象呢 有空意的话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到说 一切诸法它是变化了是无常的 可是它又有每一个法的存在的这种特质 有一个特质就有一个作用 所以呢 就在空意里面呢 会通的又有因缘 然后又有因缘合合的作用 所以这些呢 实际上也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 就是以为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是能够了解一个基本的 说有因缘合合 而诸法的自信是空 这样子的观念呢 基本上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呢 可以多培养放下的这种心 对诸种的现象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开 可以放得下 就心里呢 不会一直执着的一个 情绪也好来一个观念 那我们如果说常常呢 被我们心里的这一些的这种烦恼而困住的话 我们一个人是非常的难过的 一个人的心情不开的话 整个人好像是被 勒住脖子这样没有空气 所以剥落呢 我们一般就是以空为主 然后呢又不空 然后要能够妙用 所以因为它是印度的梵文的一个音译 从梵文的字来取它的音翻译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中国字的剥落 这两个字没有意思 可是我们要了解它里面的内涵呢 又不是我们一般曾经学过的任何的东西可以对照 所以一般就称作妙智慧 那用这个妙智慧呢 就是我们能够观察一切诸法的真相 所以真相就不只是空而已 而有不空 那种种的这一些运用 那整体的 所以我们讲这部 摩洛波洛波洛蜜经里面的长提品 它有波洛的这个主要的妙法 那主要的是因为透过沙陀波洛菩萨 长提菩萨 那么它求法跟它的种种的波洛菩萨行 所以让我们也有一个实际的历史可以了解 所以也有教义 然后也有故事性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跟大家介绍的这位菩萨 主要的它的背景是在一个没有佛没有法没有生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它有过去式的素式的善根 所以它自己本身也有这种善根深厚 所以它就会听到空中有声音教导它 应该要往东去求这个波洛的妙法 那就表示说 它心里总是有一种渴望妙法的心 可是当时又没有佛 也没有法听闻 然后也没有出家人可以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空中的声音 那我们之前就已经介绍这个背景 然后就是空中的声音教导它 就是有关剥落的主要的要义 它要求的时候就是要专注一心去求 那么往东行 那么它就是有这样的恳切的心 所以空中的声音有时候又会再出来再叮咛它 所以我们之前的上一个单元 也就是跟大家讲到这个空中的声音又再多交代它 就是说你去到这个说法的法师那里 不管你听闻到这个法师从哪里来的 你都要把它当作是如佛想 要有恭敬心 然后又再交代它 如果你去说法的法师那里 那么看到说法的法师它有很多的方便善巧 那你也要有智慧辨别 不要被魔所障碍 那就是在这里的交代呢 就是针对说它对于说法的法师就是 等于是见到自己老师的时候呢 那你要能够辨别诸法的实相 是一切是不够不尽 那一切的法自信是空 没有众生 没有这个人 也没有我 就是没有别人 也没有我自己 就完全没有这种主观的观念 因为一切的法它自信是空 那一切法呢 如幻如梦如想 如影如艳如画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上面一个单元 讲到的这个空中的声音呢 又告诉他 那空中的声音呢 之前也告诉他说 你见到法师的这一些方便善巧 你不要起这一些其他的想法 那你应该是以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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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为了贪明跟利 没有任何的欲望 那下面呢 又继续 就是这个空中的声音呢 又教导这个萨陀波伦菩萨 所以我们下面呢 就要跟大家呢 就成念这个经文 那我们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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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空中声音又继续说 善男子 所以空中的声音啊 就告诉 常提菩萨 称他为善男子 这个是佛经呢 大部分呢 佛对听文众所称呼的 那么因为都是要 有善心求佛 所以称作善男子 善女人 那这里呢 萨陀波伦菩萨是男的 所以称他为善男子 他说官是诸法实相 就是因为上面呢 就是告诉他说 诸法实相 一切法自信空 那诸法实相 是不够不尽 那么 如果你能够专注观察 诸法是这样子 那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空中的声音已经在教导 常提菩萨呢 他应该怎么修 这个地方就已经是法了 你观察了 你心里呢 就是用这样子来观察 诸法 诸法呢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啦 那鼻子闻到的 嘴巴尝到的 我们身体触到的 心里所想的 这一切 都是诸法 这些诸法呢 透过我们的六根 所接受的六成 乃至我们 从中所起的六事 我们的意识 那么这些呢 都是诸法 那我们要 把它当作 我们观察的对象 所以这些的 诸法 它的实相 能够把它观察为 不够 不静 也没有染污 也没有清静 那 一切诸法 它的自性 是空的 所以呢 在这个诸法里面呢 也没有所谓的众生 是没有任何的人 我 然后这些的法呢 它实际上是幻化的 好像梦一样 它也不是真的 那好像空谷中的声音 又好像是影子 也不是实际的 又好像是 就是沙漠里面的这个火焰的 这个焰呢 就是阳焰 就是显现出来的那种 热气造成的幻影 那又好像是化的 化现出来的 化现出来的 就好像是魔术师 所变的是幻的 那它所变的东西 是化出来的 那这些呢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已经是告诉我们 剥落的 妙法里面的内容 那 空中生呢 就跟常体菩萨 在讲说 你如果是已经开始能够观察 诸法的实相是这样的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要学习剥落妙法 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个里面去观察 我们所看到的也是 都是自信之空的 那所有的法 都是如梦如幻 如想如影 如艳如画 那主要的是空中声音呢 他告诉常体菩萨 就是说你这样子观察了实相以后啊 那你就还要再追随这位法师 因为空中声音前面要他往东行 那么要去跟一位法师学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那你应该要跟随这位法师啊 然后呢 你不久就会成就菠落菠萨 那成就的意思就是说 从观察学习来修 修到呢 我们没有好像要来观察这样的念头啊 那我们自然看一切诸法都是这样子 就好像正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从修而无修了 这个就是已经到达这个正式的这种 剥落的妙法的境界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都不用再起义去修了 自然看到诸法真相 自然看到诸法的实相 所以呢 这位常体菩萨 他有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 就空中声音这样教他 然后呢又告诉他 副次善男子 鲁当觉知模式 他说你还要觉知模式啊 你现在还在修学啊 因为你要见到法师以后 然后呢 你真正能够成就菠落菠落蜜 可是你现在还没有啊 所以呢 你不但是发心要一心一意去学习 而且你心里啊 还要知道啊 不要被这个模式所障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你去到法师那里啊 也许你的心是要一心求法 没有错啊 可是 这位法师他有方便向巧 他也不是只有度一个人 这里的就是指了说 这个撒土波伦菩萨 他不是只度他啊 他身边还有很多人啊 所以你要觉知模式是怎么样呢 若说法法师见欲受菠落菠落蜜人 那你要义不存念 鲁不应起心怨恨 鲁但当以法固身恭敬心 莫起厌谢义 常因随主法师 所以这里呢 就是要警告这位常体菩萨 你去到跟随法师的时候啊 你要觉知模式呢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心里看到外面的净 结果呢 我们有偏差误解 那这个时候就是模式 所以模呢 他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模 这个模是透过我们的心事啊 让我们有这种斜见 看不到真正的现象 所以这里的觉知模式说 你去到说法法师那里 然后这位说法菩萨呢 结果他那个地方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五欲享受 前面我们也讲到 就是这位法师因为他有功德力 他的资源丰富啦 然后呢 他所教化的里面呢 也是有欲受的菠落菠落蜜人 就是说去跟他学习的这些人 他们也是享受五欲 可是他们呢 也是要学菠落菠落蜜 可是如果说 要去跟这位法师学 结果呢 我们去跟这位法师 那也看到这位法师身边的人 然后看到这些法师 他自己享用这个五欲的时候 那我们如果心里起说 哎呀 那这法师有长有短 那看到他 我们以我们的凡夫心 而起的这些念头啊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学不到法师的法 因为我们就看到法师所做的啦 那我们不知道他的方便善巧啦 那当然在这里呢是一位 能够说菠落菠落蜜妙法 是正悟的法师 是大菩萨的法师 所以他是真正的能够方便善巧的 他是能够 对应不同的众生 而起妙用的这种教法的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呢要义不存念 这个时候是跟萨托波伦菩萨讲的 就是义不存别念 就是说他去跟这位法师学啊 那他就是好好的听闻 这位法师说的法 那这位法师做什么 他所教导的人是什么人 那么他在享用五欲 你都不要去其他的念头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一心一意要跟他学法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义不存念 就是义不存别念 所以说乳不应起心怨恨 就是说心也不要怨恨 所以这位法师有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们要 要了解 这个空中的声音在教导 常提菩萨的时候呢 主要是要他心里要存法 而不要存其他 评判法师的这一些种种的念头 是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学习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跟老师学习 那老师要教导我们了 我们就是要去学法 那这位法师 这个老师 对我们怎么样的态度 老师他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们就不要去评判 主要的是他的法是能够教导我们的 所以在解释 《波罗波罗蜜经》的大制度论 龙树菩萨的大制度论里面 他也是强调就是说 那我们去去到这个 学法的法师那里 我们就是要很恭敬的心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心里呢 就一直在评判法师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也学不到法 所以呢 就是要能够尊重法 反而呢我们心里还要有一种 好像责备自己的心 就是说我是这样子的程度不好 然后呢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么好的法 那我们应该对老师呢起恭敬心 不要反而来责怪法师是这样 所以下面呢这个空中声音呢 又继续说 鲁担当以法顾生恭敬心 所以呢这边就是说 我们要以这个求法的心 来对法乃至说法的法师呢 生恭敬心 默起厌谢心 也不要起厌就是讨厌 或者是谢 懈怠 这样的心意 就是心里啊 如果我们心里一开始有别念 我们去开始评判啊 然后去想法师的长短啊 那我们心里自然就起一个厌恨心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 就被这个厌恨心所障碍 也学不到法 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模式 这个时候就是模式 我们好不容易啊 去听闻法师说法 就去到那里呢 我们看的都是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在看法师身边啊 法师的这种态度 我们就没有真正用耳朵去听闻法师说的法 我们是要去学法 所以呢 以前也是有一个故事啊 那这个也是做辟语 就是说我们要去学法 我们要着重在什么地方 就好像是有一个人 他在卖金子 那这个人呢 他穿得很邋遢 可是他卖的是金子 是真金啊 你买不买 那如果一个穿得很好的 可是他的金子是假的 那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是从法上面来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 衡量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空中声音呢 就特别的交代这位长提菩萨 那一定是有用意的 因为长提菩萨 他是过去是有这样的善根啊 所以他有这种文妙法的这种深厚的因缘 福报 福德力 可是如果我们以这个目前 我们了解长提菩萨他这一次的这个背景 他应该是蛮孤独 只有一个人 然后呢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很好的这些物质 所以他应该生活也蛮困苦的 所以呢空中声音一直在交代他 就是去到说法的法师那里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子的观照自己的心啊 一定是说法的法师那里是非常的圆满丰富享受 是非常的这种庄严富力堂皇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呢难怪空中声音一直交代他 就是说你去呢是以求法为主 空中声音也没有评判说这个 这个客观的环境是怎么样 只是呢一直交代他 你自己心里不要起这一些 其他的念头怨恨心啊 不尊敬的心啊 那这些就是魔 所以呢要常随足法师 就是去到说法的法师那里呢 主要的就是要跟法师学习 所以要常随随足法师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空中声啊 对萨陀波伦菩萨所教导的 又在叮咛 那下面呢就经文里面呢 又在转过来在描述萨陀波伦菩萨 那么他听到了这个空中的声音啊 以后啊 那么告诉他说要从东行 就是说是从他所在的地方的东方 东方去走 所以说从事东行 那不久附做事念 就是说他听闻了空中的这个教导以后了 他就随着空中的声音 要他就一直往东走嘛 所以他就往东走了 结果呢走了一阵子吧 所以这个里面说不久 就是说还没有说很久了 可是呢他自己呢 就开始有一个想法了 附做事念 他就说 我云合不问空中声 我为什么不问问这个空中的声音呢 我当何处去 我应该是往哪里去啊 他是往东没有错啊 可是这边说我当何处去 就是说我当去到哪里的意思 我当何处去 就是说我会去到何处呢 我要往东走是没错啊 可是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说我应该再问吧 然后呢去当远近 就是说我去到那个地方呢 是有多远啊 所以这边呢就是说远近 是很远吗 还是很近呢 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有多远啊 当从谁闻波罗波罗蜜 我去到那里是谁呢 谁会教导我啊 我要跟谁闻波罗波罗蜜呢 这等于是说 这位法师是谁啊 我要跟他听闻 教导波罗波罗蜜 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心里呢 就起了三个这个疑问 他本来一听很高兴 就往东就一直走啊 结果呢现在说 到底我是要去到什么地方啊 往东的什么地方 还要我要走多远啊 那显然是他走了一阵子 所以开始现在觉得说 是有多远啊 然后呢 我应该去到那里是 会看到谁呢 谁会教导我这个波罗波罗蜜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急住 住就是停下来 我们说行住坐卧 是微移啊 行就是走 住就是站着 坐坐下来 卧就躺下来 所以这边呢 事实急住就是啊 好 好 他一想到这三个问题呢 停下来了 停下来呢 又怎么样呢 提哭忧愁了 他又开始哭了 所以 他的错号别号 是天啊 这个朱天呢 因为看到他过去呢 他累劫一直修行啊 然后看到他这一次呢 他自己本身就有一种潜能想要求法 所以他会一直哭 说我去到哪里求法呢 我去到哪里求法呢 我去到哪里求法呢 所以他有这种 本来的这种求法的这种 倾向 所以他一想到这样子的时候 他又在哭了 所以他的名字叫长提枯菩萨 是这样的 所以他又很忧愁 到底我要去到什么地方呢 走多久啊 那要跟谁学啊 所以他又哭 所以 哭了以后 他又注释念 又想 这个念就是又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 我注释中 过一日一夜 好吧 那我就停在这里 我不往前走啦 我过一日一夜 落 或者 落就是或者的意思 或者是 二三四五六七 日或者是七夜 他意思就是说 一日一夜 二日二夜 三日三夜 或者是 到七日七夜 反正呢 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于此中处 可是我还是 听闻 这个空中的声音啊 之前要我说 要精进不要去念疲劳 不要念这个饥饿 也不要念这个 是冷啦 或是热啦 也不要去想这些 所以他说 我也不念疲疾 乃至不念饥渴寒热 我只是不往东走啦 因为 空中的声音要他往东走嘛 那去到哪里他不知道啊 所以他现在是 随着空中的教导 是有往东走 所以他不知道要走到多远嘛 他就想说 那这样的话 我就停在这里了 因为这里跟我之前的地方 也已经是东边了啦 那我就不再走了 我就停在这里 可是我也是一样的 心里没有念疲劳啦 没有念这一些 饥寒啊 口渴啦 或是寒热 我在这里 就还是一样这样 精进的这样专注我的念 这样子而已啦 只是为什么呢 我不闻听受波罗波罗蜜 因缘终不起也 这里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再听到 空中的声音告诉我 我要去求波罗波罗蜜的因缘 那这里意思呢 就是指着前面这三个问题啦 我要去求波罗波罗蜜 那我要去到什么地方求 我要走多远去求 那我要跟谁求 这个是求波罗波罗蜜的因缘 所以就是三个有关的问题啦 如果我没有再听到空中声音 告诉我这个答案的话啦 终不起也 那我就不再出发 这个起呢 就是起行 我的旅程啊 我就先暂时停在这里 我不再开始往前走啦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常提菩萨呢 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就留在那里 然后下面呢就是佛啊 跟这部经的问 主要的人 就是须不敌 所以佛呢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回过头来 就是跟须不敌讲 那讲说 譬如人有一只促使 忧愁苦毒 为怀懊恼 不生于念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佛 释迦摩尼佛 他以这个萨陀波伦菩萨 常提菩萨为例子啊 说怎么样子精进 求波罗波罗蜜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我在跟须不敌说 像萨陀波伦菩萨 他这样子的情况啊 就是他其实是很专注的 要求波罗波罗蜜 所以他往东走了 可是他有这个三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停下来 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呢 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啊 他怎么样呢 有一个儿子突然死了 猝死就是突然间啊 好像暴毙死了 所以呢 他就忧愁苦毒 心里呢就非常的忧伤啦 那么只有懊恼 那没有生其他的余念 也就是说 这个儿子死的时候 他的父亲啊 当然呢 就是只挂虑的这个儿子 所以其他的什么事情 其他的什么人 他都不会去想 所以这个等于是 辟欲这个 常提枯菩萨 他一心只想求波罗波罗蜜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呢 其他也都没有想 心里怀着说 我是要去到什么地方求 我要走多远求 我要跟谁求 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呢 佛呢 就是用这个辟欲 再把长提菩萨的这个情况呢 再把它解释 所以下面呢 佛又跟虚菩提说 说 这个呢 就好像是 撒头波罗菩萨 耳时无有异心 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心念 但念 我何时当闻波罗波罗蜜 我什么时候才闻到 听闻到波罗波罗蜜呢 我云何不问空中声啊 我为什么不再问空中的这个声音啊 因为之前都是空中的声音在教导他的嘛 他说 我应该问 我因何处去 这意思 就是跟前面这三个问题再重复 只是释迦牟尼佛再重复一次 我应该去到哪里 去当远近 去多远呢 当从谁闻波罗波罗蜜 我应该听谁 才能够真正教导我这个波罗波罗蜜 好 结果下面呢 就佛呢 就再告诉虚菩提 说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撒头波罗菩萨如是仇念时 因为他想到这三个问题他又哭了 所以很忧愁了 所以他想到这个的时候呢 空中有佛 空中有佛 佛啦 雨撒头波隆菩萨 空中就有佛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空中本来之前都写说 空中有声啦 空中声曰 空中的声音 结果现在说 空中有佛啦 那就表示说 现在不只是有声音 而且呢 有画佛 画佛啦 就是空中 化现出来的佛 所以 空中有佛就是空中有画佛 他就这次看到 有一个佛的影像在空中了啦 那 就跟 撒头波隆菩萨 讲 善哉善哉善男子 他说 很好很好啊 你这个善男子啊 过去诸佛行菩萨道实 求菠萨菩萨 一如鲁金日 他说 赞叹撒头波隆菩萨 他说 你实在太好了 过去的诸佛啊 他们在行菩萨道实 就是 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们累劫修行的时候啊 当他们要求 菠萨菠萨菩萨的时候呢 一如鲁金日 他们要求菠萨的妙法的时候 也像你今天这样子啦 就表示说 过去的佛要求菠萨菩萨命的时候 就像 撒头波隆菩萨一样 他是怎么样 还一心一意啦 而且呢 就是为了要求菠萨菩萨 心里也是很着急啊 就是会哭这样 所以我们 世间的人 我们也是 常常为了我们担心的事情 我们挂爱的事情 我们就会哭嘛 可是我们世间的人啊 大概比较少看到说 哎呀我怎么没有妙法可以听啊 我们好像很少为了法而哭的啊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世间的有行的事情在哭啊 为孩子啦 为了这个世间的人啦 物啦 尤其我们掉了东西 就常常一下子就哭出来 可是我们就不会说 哎呀我什么时候可以听闻到菠萨妙法 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闻到妙法 我怎么都没有开悟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修行啊 我们好像心里就不会这么懇怯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表示说过去的诸佛啊 也是一样求菠萨菠萨妙法的时候 也是这么懇怯 那现在的菠萨菠萨菩萨一样啊 他这么懇怯 所以就先赞赞他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萨菠萨他要求法的懇怯的心啊 那所以下面呢 这个空中的化佛又再说了 萨菠萨指 如以示勤精进 爱乐法固 从事东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你呢 要以 精勤 精进 勤呢 就是说不能懈怠 那精进呢 他有专注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念 这个 你的这种饥渴冷热 前面讲 然后爱乐法固 就是因为 你心存爱法 因为心里 要渴望去求这个法嘛 所以你的心呢 是充满的欢喜 法乐 所以呢 你可以这么样的精进 那你现在从东行呢 叫去多远呢 去此五百游巡 就是回答 撒头波伦菩萨的问题 去远近 去多远 去五百游巡 所以五百游巡是一个距离 游巡是在印度啊 这种 这种距离的单位 就像我们现在的公里 那一般呢 有的 推论游巡呢 是十公里 十二公里 也有的 乃至到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 那一般呢 如果我们以十二公里 来对照 那五百游巡呢 那五百游巡呢 就等于是有六千公里 五百游巡就有六千公里 那你看多远啊 走这么远 几千公里哦 那去哪里呢 有城名仲乡 有城 有一个城 你往东走五百游巡以后呢 有一个城市啊 名称叫做仲乡城 所以就回答 这位 撒头波伦菩萨了 你是走五百游巡 然后去到仲乡城 就地方知道了 然后呢 齐城七重七宝庄严 台贯南巡皆以七宝教士 七宝之欠 七宝之欠 七宝杭术周渣七重 这个地方呢 就告诉撒头波伦菩萨 要去这个仲乡城 仲乡城啊 从这个名称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地方啊 到处都很乡的 所以仲乡 多种的乡 仲乡 那 齐城呢 七重七宝 庄严 就是这个城呢 有七重的七宝 来装饰的 庄严啊 就是装饰的 这个城呢 不管是城墙啊 城门啊 到处呢 都是七重 就是有七层 七重 七层 七层 然后每一层都有七宝 是这样意思 七宝就是金银琉璃啊 车渠啊 赤珠 比如玻璃啊 这个 这个 玻璃啊 就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有矿物质的 这是最好的 这些七宝来装严 装饰 那台灌 蓝笋 就是 台灌呢 就是每一个城墙啊 那都有这个 一个楼台 台灌 就是楼台 那么 蓝笋呢 就是我们说的栏杆啊 那么也是都以七宝教室 教室也是装饰啦 那七宝之欠 这个欠呢 就是等于是凹下去的 凹下去的 这个 这个 好像 有点像水沟这样啊 那就是有 有河流啦 所以 一方面有这个栏杆啊 一方面也有这个凹下去的 好像 这个 这个 沟 水沟啊 这个河流 那么七宝杭 又有树 又有栏 然后又有这个 这个流水的沟 那 这个树呢 也是 有七宝来周扎 就是围绕 就是树上呢 都有七宝来装饰啦 这个部分呢 就是先 让我们知道这个仲香城 就是 常提菩萨呢 他要去听闻菩萨菩萨的庙法的地方 所以 下面呢 整个内容啊 都是在 描述 这个仲香城的 这种庄严 美妙 所以这个内容啊 如果我们把它对照 阿弥陀佛的极热世界啊 或者是 我们 听闻过 这个 这个 弥勒菩萨 他 上身 兜率天 的内月 或者是下身 成佛 的时候 这个佛国土 都是这么庄严 美妙的 美妙的 所以我们先介绍到 这个部分 下面 我们下一个单元再介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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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人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诗之慈悲法门,喜认世尊,诗设慈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不诗者亦得福,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不诗六道众生,可以增长不诗者福禄受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3025场,不诗蚂蚁、小鱼,自105年5月21日起,至1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 胡愿四起 王老板常年经营铜油生意,他每年都会在乡下老家收购铜油,并储存起来等价格上涨再卖出去 你的,一共60斤 来,下一位,快点把铜油搬过来 哇,怎么这么多人呢 对呀,去年,王老板收购的铜油的需求量不多 所以,大家今年就早早就赶过来了,生怕自家的油卖不出去 唉,看现在的情况,我的油今天是卖不掉了,也不知道这次王老板会收多少油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啊,今年我需要收购很多铜油的,你买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唉,你听到没,王老板今年会收购很多铜油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也放心了,看来王老板的生意现在是越做越大了 由于今年正逢铜油叠价,于是王老板便将全部资金用来收购铜油囤积起来 然后等待价格上涨后,再大赚一笔 哎呀,今天忙了一天,真是累死我了 老公,你今年怎么要收购这么多铜油啊 家里的资金现在可都换成了铜油 老婆,今年的铜油价格非常低 我们只需要大量收购,然后囤积起来 等到价格回升后,再卖出去,低价买,高价卖 这样一来,我们可就能狠狠地大赚一笔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老公,今天我也累坏了,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忙的 好的,我们睡觉吧 接下来的几天,王老板继续大量收购着铜油 然后将收来的铜油囤积在屋子里 太好了,收购了这么多 哈哈哈哈,只要铜油一涨价,我们可就赚翻了 希望铜油的价格快点涨起来 我们家里所有的钱可都投在这上面了 老婆,你放心好了 铜油的价格一定会很快涨起来的 由于王老板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了铜油 因此他对存放铜油的屋子格外留心 经常在夜间出去查看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 老公,早点休息吧 这几天真把我俩累坏了 你先睡吧,我出去看看 我们家囤积了那么多铜油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可不得了啊 嗯,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嗯,也好 然而,就在王老板和太太 在囤积铜油的库房查看时 却发现了三只小狐狸 老公,你看,这有三只狐狸 该死?狐狸怎么会跑进我们家里? 看我打死它们 老公,把它们赶走就行了 何必打死呢? 赶走它们还会回来的 只有杀死它们才是一劳永逸 老公,这只小狐狸腿上有伤 它们一定是遭到了什么动物的袭击 没有办法才躲进我们家的 我不管什么原因 跑进我们家里就要杀死的 哼,我们屋子里存了那么多铜油 万一让这些狐狸给咬破了桶子 要如何是好呢? 打死你,打死你 哼,该死 竟然跑了一只 然而 王老板打死了两只狐狸后的几天晚上 他和太太两人都会听到屋外 传来阵阵狐狸的悲降声 搞得他俩心神不宁 老公,你听 那只狐狸又跑来了 该死的狐狸 天天晚上跑来乱叫 搞得我们连觉都睡不好 我要出去打死他 可是 当王老板跑出屋子后 那只狐狸便会跑远 等王老板一回到屋子里 他就会再次跑来发出悲叫 该死 又跑了 有本事你就别跑 几天后 王太太突然发起了高烧 并不停地胡言乱语 村里人都说 这是因为狐仙在作祟 是你杀了我的亲人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张阿姨 您说我老婆这是怎么了 昨天晚上还好好地 今天一大早就发起了高烧 还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给他吃了退烧药 也不见好转 吃退烧药是没有用的 王老板 你前几天实在不该杀死那两只狐狸啊 这跟我杀死那两只狐狸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要知道狐狸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过去我们都称他们叫狐仙 你老婆之所以会突然发烧 一定是那只跑掉的狐狸在作祟 是啊是啊 小时候我也常听奶奶说狐仙作祟的故事 我看你太太之所以会这样 一定是狐狸在捣鬼 王老板 我看你还是赶紧摆些贡果 向狐仙赔罪吧 是啊 王老板 你还是听张婆婆的向狐仙赔罪吧 赔罪 休想 我可不相信什么狐仙 他们不过是普通的狐狸罢了 就算是普通的狐狸 你杀了他们也是在造杀业啊 要知道杀生的罪业很重的 会遭到果报的 哼 我才不信这一套呢 什么狐仙 果报 我统统不信 我今天非抓住那只逃跑的小狐狸不可 我看它有什么能耐 诶 王老板 你可不能狐来啊 你杀死了两只狐狸 已经是极大的罪过了 你怎么还能继续造孽啊 这样一来 你遭到的报应会更大的 我可不信什么报应 我今天非抓住那只该死的狐狸不可 王老板不听众人的劝告 于是便在自家屋子周围放了许多捕兽夹 只要那只狐狸出现在屋子周围 就一定会被捕兽夹夹住 该死的狐狸 今晚只要你敢来 我就能要了你的命 当天晚上 那只狐狸又一次来到了王老板屋外 结果一下子被捕兽夹 夹住了腿 抓到了 抓到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哼 这些天你害哭我们了 直接将你打死太便宜你了 我要活活地将你烧死了 于是 王老板将这只狐狸绑了起来 然后在他身上淋上汽油 点燃了 顿时 狐狸身上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中的狐狸猛烈挣扎 这时候 火焰烧断了捆绑狐狸的绳子 从火球般的狐狸 凶猛地冲进了 王先生囤积铜油的屋里 哎呀 不好了 由于屋子里 囤缝的全是铜油 火势越烧越旺 每过多久 王老板的屋子 连同所有的铜油 都烧成了灰烬 我的油 我的油啊 这场大火 让王老板倾家荡产 资本全无 杀生的果报 最终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没了 没了 全没了 真是报应啊 真是报应啊 嗯 嗯 嗯 谢谢大家